北韓能台湾也能 你有金正恩 我有蔡英文 蔡英文總統今天真的是好棒棒 好棒棒喔 那接下來要為我們來講幾句話的 就是剛剛在下午的時候 他在直播的時候呢 有一段時間突然間就斷訊了 我們毛家慶 毛爺上台 掌聲歡迎毛家慶 感謝 大家好 我是小毛 剛才呢 這個我們 到的時候啊 然後開直播嘛 跟大家聊天嘛 結果呢播著播著播著 螢幕就黑掉了 我覺得我一定是被我旁邊那個 另外一台直播韓國人帶衰的 因為只要我們在一起就是 被民主啊 然後在自由廣場下面就被自由啊 什麼叫被自由 就是新聞沒有自由 我們今天來這邊爭的就是這個東西 那剛才 鄭錢 我在下面他跟我說 等一下上去喔 你要幫我一個忙 我說喔好什麼忙 鄭錢說那個因為喔 主持很久喔 要去上個廁所 欸 鄭錢被我出賣了 他已經跑去上廁所 他說要我講到他上完廁所回來為止啦 那我也不曉得 剛才忘記問是上大號還是上小號 反正我就繼續講就對了喔 喔 小弟呢 這個 從大學畢業隔天喔 就開始幹一個工作叫記者 我也待過中天 那我也待過中視 像佑正剛剛就在下面跟我聊了很久喔 其實也都很感慨 我認識佑正的時候 佑正是剛出來跑新聞 你看現在都對不對 大家都認識佑正 也知道佑正是一個這麼有實力的一個男主播 然後 人家主持節目有影響力 有聲量 然後得罪當道 欸 這怎麼樣呢 我們不是民主自由的國家嗎 欸你錯了喔 這個民主是民進黨做主 那在民進黨做主的狀況下呢 你王佑正 什麼東西啊 你中天電視台 跟天借膽啊 忤逆了我們當道一代女皇 蔡英文 得罪當道是怎麼樣 當然要想辦法殺掉 朱殺掉 你不閉嘴 我就讓人家看不到你 聽不到你 一個這麼大的新聞台 就這樣子 我們就看到了 不進步 不民主 的一個政黨 他叫民主進步黨 無所不用其極 他所有的黨政軍 周邊的媒體 一個一個一刀一刀的砍 但是 我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台灣難道沒有 該關的新聞台嗎 台灣真的有該關的新聞台喔 我講一台 我先講一台 你們我不是要講你們要講的 三立啊 民視啊這些 我不是要講這個 我只想問一件事情 如果有一家電視台的負責人 他又當了 另外一個曾經是國民黨黨營媒體 黨營事業 結果現在變成民進黨某個大佬家族事業的董事長 然後 前天才剛剛又拿下來一個 在台北市市區裡面有上萬坪土地 上萬坪上萬坪幾萬坪 的一個大的上市公司叫大同公司 的董事長 如果這三家公司 大同 台本 東森電視台 同一個董事長 這NCC不用去管他背後有沒有其他的危險嗎 財團不會太巨大嗎 財團加上媒體的影響力不會太恐怖嗎 如果這個董事長叫林文淵 他是民進黨的大總管 你不害怕嗎 害怕 中天電視台有東森大嗎 他有大同公司有台本公司嗎 他背後有 大同公司拿下來的三元建設的董事長 是蔡英文的表哥你們知道嗎 NCC不會敢去管這個的啦 NCC只會來弄中天啦 因為中天就罵蔡英文嘛 不是罵啦 也是理性監督而已啦 啊你就受不了了 人家講實話你就受不了了 今天我們在這邊叫自由廣場 我們已經很無奈了 本來上面應該叫大中執政啦 叫自由廣場我們要彰顯的就是 這塊土地上 在民進黨的暴政統治之下 已經沒有民主沒有自由了 關中天 要為我們吃瘦肉精 這時候我們不但需要中天繼續監督 我們也需要強而有力的在野黨 過幾天我會好好的跟振錢 聊一聊 在野黨應該怎麼樣去強力的發揮倒閣 瘦肉精還有見納新聞自由 我們吞不下去 你吞得下去嗎 吞不下去 吞不下去要站出來 要站出來 明天在這裡 禮拜一在仁愛路 近南路都有聽證會 這一場仗不是你的事 不只是你的事 不只是我的事 是我們大家的事 新聞自由跟瘦肉精 如果我們這些都吞得下去 我們以後當他們的奴隸 真的是剛剛好而已啦 為了下一代 為了台灣 我們不能再鼓息養肩 我們沒有退路 沒有退路 捍衛新聞自由 大家不要說說而已 用你的LINE傳給你的朋友 在你的Fastbook去轉貼 把所有不公不義的事情 讓大家都要站出來 不能再只是說說 今天只是開始 路很長 大家要一起走 謝謝 謝謝佳契幫我們喊幾句好不好 喊幾句 喊幾句 給我把你聲音超大 來 為我們今天的主題 好招 我們來喊一下 捍衛新聞自由 挺中天 好嗎 我喊捍衛新聞自由 你們喊挺中天 好不好 好 捍衛新聞自由 挺中天 捍衛新聞自由 挺中天 捍衛新聞自由 挺中天 謝謝大家 如果 今天是有言論自由的最後一天 你做何感想 又打算怎麼過 如果 明天之後 再也沒有新聞自由 我們 還算是中華民國嗎 好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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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